拆開塑膠袋 趕緊把俄羅斯國旗上架 越南首都河內的街頭 到處都充斥著俄國國旗 原因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要造訪越南 讓當地民眾相當興奮 言談之中泄露出對普丁滿滿的崇拜 路透社報導 這是二零一七年以來 普丁再次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 也是他第五次造訪當地 越南除了加緊生產俄羅斯國旗 希望營造出旗海飄洋的盛況 還有店家把俄羅斯的相關商品 全都拿出來擺到櫥窗C位 藉此大賺一筆 越南知情官員表示 普丁將與越南新任國家主席 蘇聯等高層會面 屆時兩國預計宣布貿易 投資 技術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協議 還有可能討論武器能源等更敏感的問題 越南是俄羅斯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兩國關係在蘇聯時代就已經建立 同時越南也是俄羅斯武器的主要買家 但近期在美中兩強對抗之下 越南成為美國急欲拉攏的國家 加上去年九月拜登才出訪越南 同時提升美月關係 如何平衡月額關係成為外界矚目焦點 三立新聞一路報導 根本尚 谢谢大家